欢迎来到每周一次的每周360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周车台的大小消息 第一则新闻 比亚迪Dolphin海豹已经抵达大马了 你们知道吗 泰国已经可以正式开放这个比亚迪海豹的预购了 之前也是有收到消息 这款车一次在我国的靶身港已经出现了 相信这款车很快就会在我国发布了啦 比亚迪海豹在国际市场上 虽然是属于B segment的先辈车 虽然车身尺码小 但是它的轴距竟然长达了2700mm 已经逼近了C segment的等级了 所以这款车的空间表现我相信肯定会很不错 加上可可爱爱的外观 在中国会受欢迎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海豹目前有两个续航版本 一个是410公里的标准续航版本 另外一个是490公里的最长续航版本 虽然说续航看似是差不多 但是这个长续航版本最大马力为201HP 峰值扭力表现310Nm 比这个标准版多出了100匹马力之多 0-100只需7秒 所以这个动力输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这个标准版我们推测价格应该会落在100千至120千马币左右 可以说是大马最便宜的电动车了 那么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选择这个最便宜的版本 还是这个有着210HP 310Nm的长续航版本呢?留言告诉我哦! 第二则新闻 Hyundai Ioniq 6 官方预告来马 这个Ioniq 6 如果你不认识的话 我给你介绍一下 Ioniq 6 是原厂把Ioniq分开成 纸品牌独立后的第二款车型 定位是一台四门的Fastback sedan 刚刚在去年的7月发布了它 就已经夺得了很多个大奖 包括World Car of the Best 等等具有分量的奖项 而它就是为了打败Tesla Model 3而生 这款车的外表使用了很多流线型的线条设计 你会觉得这款车有一种很滑的感觉 所有的设计都是有着我们看不见的理由 所以这辆车才能够做到0.21cd的风阻系数 车尾更是有着各种的尾翼和扰流表搭配 这些都是为了空气动力学所延伸出来的设计 看着就觉得它很有新人车的感觉 这款车最早是在菲律宾的市场上市 仅有长续航的版本 使用了后置电机的后驱布局 有着最大马力表现225HP 风直率表现350Nm 另外它搭载77.4kWh的电池组 WLTP测试最远的续航可以达到545km 而且这款车具备400V或800V的快充功能 可以支援最高350kWh的DC快充 充电5分钟就可以拥有130km的续航 而且只需要18分钟就可以完成10-80%的充电 当地的售价换算回来马币大概是320千起跳 所以我们预计这款车来到我国的售价 或许会比目前的Ioniq 5稍微高那一点点 而Ioniq 5在大马的起步售价是207千 预计这款车来到我国后 售价很可能落在280千左右啦 既然官方已经宣布了预告 我们相信很快它就会发布了 好像之前那个Creator 前前后后从预告到发布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 效率真的是快 那么有喜欢这款车的朋友们吗? 欢迎留言交流一下啰! 第三个新闻 2024年的BMW 5 Series现身大马的官网 有机会抢在今年内登陆我国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BMW Malaysia的官网上看到这款车的出现了 并且原厂也开放让大家注册 以获得最新的消息 虽然官网上写着这个是最新大号G60的全新一代5 Series 但目前我们看得到只有这个电动版的i5 而内软机的版本车型则是暂时还没有消息 不过相信很快就会紧随其后一起发布 另外除了电动车以外 相信原厂也会提供内软机的车款 预计在大马将导入520i和530i 它们都是一套2.0L涡轮增压引擎 配合是8速Steptronic的自排变速箱 而且这一次原厂为这款车加入了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可以带来额外的18HP加200Nm的动力 回到这个电动的i5 未来登陆大马会是eDrive40的车型 除了普通版以外还搭载M-SPORT和M-SPORT PRO的运动套件的车型 这款车使用的是后驱单电机 拥有最大马力340kHP 峰值扭力400Nm 0-100加速只需6秒 急速可以达到193km每小时 搭载的是81.2kW的电池组 并且支援最高205kW的DC快充 0-80充电只需30分钟 而且充电10分钟就可以获得156km的续航 这款车预计会在明年发布啦 如果你对这款车真的是有兴趣的话 现在官网就可以注册了 相信未来的一年内 你就可以成为第一批G60的宝马5系车主了 第四则新闻 MASTA去中国市场大降价 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的汽车售价在整个压轴是数一数二的高 相反的是中国总是可以把车价压得很低 真的是很羡慕 为了维持新车销量 其实中国各大的汽车制造厂 都开启了这个疯狂丢驾模式 因此马自达不得不加入这个战争中 进入原厂就选择这个主力车型 马自达的阿特茲 就是这个MASTA去亚在中国降价 其中这个1.5L版本 售价只需要89,900人民币 换算回来马币大概5,700令吉起跳 至于2.0L版本 则就需要99,900人民币起跳 换算回来马币大概64,286块起跳 这个价格几乎是跟中国自主品牌的同级车款一模一样了 这个价格不要讲比马来西亚便宜很多 它甚至比日本本土的MASTA去还要更便宜 可见中国市场是卷到了一个程度 虽然每个国家的市场都有这不一样的标准 甚至还有排税啊 油价高啊 以及利息高等等的情况 但是不得不说 这样的价格还是很让人羡慕的 最后则新闻Honda Cityis小改款 Honda先行成了标配 预计8月份就会发布 这个小改款在外观上只是很小幅度的改变 首先可以看到 新车的前点在前保险感的部分是有着不一样的设计 甚至看起来有点像进风口的设计 至于在车尾的设计 则有着这个小尾翼 还有下面有一个Diffuser的设计 而且水箱的护罩也是采用了这个Piano Black的设计 因此整体的设计风格 看起来是比较运动化一点 至于在配备上 小改款的City则是有着很大的升级 比如说全车系都有标配6个Airbag 全车系都标配Honda先行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还有全车系都有Honda Connect的系统 另外原本普通的仪表板采用是单色的荧幕 这一次则是升级成了4.2寸的TFT的彩色荧幕 虽然不是数位化仪表 但是这样子的升级还是很够用了 在泰国市场 这款车将在2023年的7月发布 至于Malitia市场 传入是在8月份啦 如果未来有什么新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 带来这个小改款的消息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期再见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